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故事下方 礼物赞赏一下 张三袍皱着眉头说 如果珍藏有什么机关的话 会不会在龙阵中的某几个位置呢 只要我们踩上去 机关才会触发 我的心立马沉了下去 如果照这么说 那我们根本就躲不开这些机关了 马如龙退了回来 并没有在这一条满是雕像路上久留 现在原地休息一下吧 我们这会儿累得够呛了 听到马如龙的话 如蒙大射 恨不得倒头就睡 其实之前我们已经是很疲惫 只不过害怕有别的石烟罗 所以才会继续往前走 这种东西潜伏起来 比变色龙还要厉害 完全和岩石化为一体 这是之前 项虎这个鸡肉男 直接送命的原因 按于他的震慑 我们才会走到这里 不过现在 那种被盯上的感觉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估计这群石烟罗 已经被我们全灭了 我这才稍稍放松了一下神经 坐在地上喝了一口水 王元朝见我和胖子都累得不行 便对我们两个说 我先放哨吧 你们先休息一下 按照马如龙的性格 他那边肯定是要派一个人同时放哨的 所以我们反倒不用那么辛苦 钻入睡袋之后 我几乎立马就睡着了 这一次足足睡了将近四个小时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营地已经是轮了一次班 张三炮和马如龙两个人正在戒备着 马如龙坐在篝火旁边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张三炮则在一旁的巡逻 我拍了几下脸抖擞一下精神 然后走过去跟张三炮说 三炮 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本来一开始 大家都是为了各自利益聚在一起的 但有马如龙这个威胁 张三炮算是跟我们站在同一个阵营 张三炮面色怪异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说了一声好 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突然觉得有些怪异 他刚才那副表情怎么看这么不对劲 似乎是有话想跟我说一般 而且其实这一幕有些熟悉 要知道之前张三炮在我肩膀拍了一下 往我背上丢了几只虫子 这才救了我一命 我有些疑惑地回过头 不过张三炮却已经攥进睡袋里面去了 我满脑子莫名其妙 不过转过头来的时候 就发现马如龙正在盯着我 我顿时给他那阴旧的眼神吓了一跳 后背冷汗一下子渗了出来 这会儿我本来还有些浑浑沉沉的大脑 瞬间清醒过来 我突然知道张三炮为什么做出那种怪异的表情了 这家伙肯定是在提醒我什么 只不过碍于马如龙在一旁 我皱着眉死死拿起枪 不动声色地 往刚才张三炮巡逻地方走了过去 突然之间 我发现他在地上写着三个字 死死死 我顿时吓了一大跳 我们做生意这一行 对于死字特别忌讳 但此刻张三炮就在地上写了三个死字 他是要提醒我什么吗 我一下子陷入沉思之中了 是不是张三炮已经看出了什么名堂 所以提醒我这里极度危险 要不然他也不用连续写三个死字 对于张三炮的提醒 我是一点也不敢小觑 其实说句老实话 这里的所有人除了凯撒林之外 我最看不透的就属张三炮了 这个人之前我也认识 就古董街里一个混混 偶尔盗墓换点钱花 但自从他出现之后 他的行动一次就一次 刷新我对他的认知 一路上 我甚至感觉他的阅历 像比马如龙都是毫不逊色 而且手段也十分高超 我现在真的有些看不清 这人真面目了 不过还好 他现在跟我们站在一起的 要是敌人的话 那绝对是个大麻烦 砰的一声 就在此时 一声巨大的枪声在我身边响起 我猛地一嘟嗦 给这突如去来的枪声 给吓了一大跳 那是马如龙凯的枪 不过我一抬头 就感觉不对劲了 在营地的前方 不知道什么时候 悄悄地吹起了一股 淡淡的雾气 毒烟吗 我猛地捂住自己鼻子 然后转过身 要去踢庞子 这家伙睡起来昏天暗地 一旦睡熟之后 可能枪声都吵不醒 还好这情况并没有出现 在马如龙开枪的时候 所有人都起来了 张三炮大声地吼道 在衣袖上沾点水 捂住鼻子 最好先把眼睛闭上 很快 那些白色雾气 就弥漫了过来 我们根本不可能躲开 只能尽可能地防止 这些白雾通过呼吸进入体内 张三炮朝我问他 小老板 这雾气从哪里来的 我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刚才我还在想乱七八糟的事情 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白雾 不过这些白雾 似乎在很短时间内 就笼罩住了我们 马如龙突然说道 陈葬道里飘出来的 我们把所有的手电筒和应急灯 都开到最亮 照进大雾里面 每个人 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生怕这些白雾中 躲藏着什么东西 不过 让我们紧张的 面前的白雾 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散去 反而是愈发地浓郁起来 我现在 看机密之外的胖子 需要瞪大眼睛才能看到 如果雾气再浓郁一点的话 我们估计都会变成睁眼瞎了 不过还好 我们现在身体并没有出现什么不适 这些雾气应该没有毒 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西庄男 打人手电筒就说 这是 人工知道的水雾 没有毒气 我朦朦胧胧的 就看着西庄男伸出右手 在雾气中挥了几下 而后也不知道 他如何判断出 这雾气里面的成分的 一听到西庄男的话 我才捂着鼻子 把手松开 要知道 一般古墓里的毒气机关 无非就是利用生石灰 煮沸水银 通过水银蒸汽 令人窒息而死 这也是迄今为止出现最多的机关 不过这种机关 一般只设置在较小的石石之中 不可能出现在这种方圆上千米的地方 毕竟 哪有那么多的水银可以去煮呢 而像瘴气 一般只出现在云南的原始森林之中 所以这边也不会有瘴气林 所以只能是人工雾气 这些我倒是能够想得通 我当摸金校尉的那些年 有生的紫金